然后在117里面的网络配置完全是通过叫做networkmanage去配置了 网络rfconfig这个都有 但是网络上面可以看到设备不一样 设备名是不一样的 116里面rfconfig也有 网络名是eth0 然后在117里面的话 我们的服务service叫做network 这个服务 然后我们通过checkconfig 这个network的方式来查看 而116里面呢 它也会有system control 有这个这个network 但是这个network呢 不是作为这个必要的这个服务 而默认的服务 我们后台的使用 叫做这个networkmanage 这个东西来跑的 就是我们有上讲这个东西 它作为默认的应用服务 很多时候呢117里面还需要把这个networkmanage来关掉 关掉 这个地方是一个 另外呢我们没有这个116里面 116里面有system config config network 可以看到networkty 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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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界面 来访问 然后在117里面呢 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就是system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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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 新 没有 没有这个命令 对吧 toy 没有 它靠什么呢 它靠nmcli 这样的工具 来使用的 con connected show 这样的工具来使用的 当然它也有个图音画界面 nmcl c t ty ty 这个工具 跟这个差不多 你可以看到 这两边差不太多 然后但是配置呢 edit配置的结构呢 是不一样的 配置结构 是完全 两者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者的这个配置文件 配置状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然后在图音画界面 配置当中呢 116里面 nm connected edit 117里面 有一个图音画的 配置界面 这推置界面里面的话 我们点击添加 可以添加以下的 这些服务设备 那么在这里呢 包括呢 绑定 多网卡绑定 然后bridge 桥接设备 还有team 还有VLAN 那么都可以在这里 去设置了 都可以在设置 而team是新家的 在117里面才有 team这个状态和 bond是个状态差不多 每一区别 就在于bond比较老了 team是新的技术 它更加快些 更加安全一些 这个呢 在116里面是没有的 116里面 systemconfig network 点击一下 就这样 对吧 然后 network 还有个cmd 这个状态 这个就和我们这里有很大的区别了 图音画界面 然后116里面的话 应该没有这个网络 网卡配置 网络配置 这个图音画的界面 可以看到 这没有网络配置相应的界面 然后网卡这边呢 就点击 然后点击 什么network等等 这样的东西 然后在117里面 点击就比较多了 network setting setting 网络配置 点击 那么117在无线上面 支持会更好一些 无线是更好 然后这是第一前两个这个网络上的区别 第三个区别是什么呢 是这个 时间服务器 时间服务器 在我们116的时间服务器呢 我们是使用的是叫ntp-server这个东西 ntp-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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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p-d ntp-d服务 然后配置文件是在etcntp-server 点config这个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里面配置这个我们的 标准服务器的位置 标准服务器位置 ntp本身的 只是知道毫秒级 只是到毫秒级 然后我们在117里面的 它的服务 改成了叫做 ntp-server 这个服务 ntp-server ntp-server 这个服务 它可以到哪 到毫秒级 毫秒级吧 毫秒毫秒级的 这个更加准确的时间 然后配置文件 其实没有改变太多 还是这个服务的名字 点config配置文件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配置内容当中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你要去改这个 同步的时间服务器 还是service服务的位置 然后跟这边的这个配置 没什么太大区别 还是service配置服务的位置 配置选项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两者之间呢 只是服务的名称有所区别 其他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然后是防火墙 这是个大头 默认的情况下 不管116也好 117也好 都是打开防火墙的 从防火墙规则来看 明显的117的防火墙规则会越来越多 而且大多数都是非要我第一开头的这个链的名字和这个数据 数据文件的表和这个数据链 而对116来说 IPTables 它就比较少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这个东西 我们通过什么service IPTables 这个 查看它的一个状态 然后在117里面的话 也有这个服务叫做IPTables IPTables服务 但是默认情况下 这IPTables服务是distable的状态的 没有什么打开的状态 按时它所有这些服务是通过我们另外一套服务机制叫做FailwallD 这个服务来打开的FailwallD呢 它有一个图形化的配置界面 非常好用 要Failwall 啊 杠库飞格 要我 要我杠库飞格 啊 这个图形化界面 在这里默认情况下 它有两种状态 Running状态和这个Permit状态 一个是齐化状态 一个是当前运行状态 然后配置的时候呢 你可以配置相应的Zone 什么是Zone呢 就是Windows里面我们经常会说的 我在家办公啊 我在公司办公啊 或者我在什么其他地方在办公 我在其他地方办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我想要不同的是一个防火箱规则 那么这些规则呢 以前我们都是通过说 我就要配这个或者脚本啊 更替的方式 而这边呢 好处是通过这边 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 这个Zone的方式来区分 我使用哪一个Zone 这个Zone的话 那个特意定义的一串 然后修改场所的时候 或者我们改了其他地方之后 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这个默认的防火箱规则 然后service服务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服务 我们可以自己去编写这个服务模块 添加这个模块 添加这个模块 然后定义 我们可以添加定义 这里cute option 然后lock 然后这些服务呢 定义了它的端口 模块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去定义 1043等等 然后我们就可以单独打开某一个服务 比如说我们允许 这边看 比如说我们允许某一个服务 如程 速一下 把桥的有点快了 以前呢我们添加一个服务 比如说允许这个80端口 然后访问 这样的话我们就添加了一个新的规则允许外部访问我们的80端口 这样你需要记忆这个东西 而对于新的防火箱规则 你只要写failware命令cmd刚刚持续化private 然后呢 对在这里我们还不是持续化 是当前有效 然后重启就没效果了 你还得serviceiptables save一下 对吧 save一下 它就有效果了 然后这边呢 刚刚ada service 然后httpd hp ok 然后failware-cmd刚刚reload 重新读取一下 ok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runtime的里面服务里面 我就打开hpd了 当然你在这里也可以直接切换到有效模式 然后打开比如说我们要允许用户访问我们的nfs服务 这里点上然后reload一下 nfs服务就打开了 啊就这么简单 然后其他的一些应用 然后其他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打开某个端口啊这个nat转发啊啊啊端口的转发smp协议的这个适应然后复规则 然后接口 然后圆等等都可以在这里去放配置 并且呢未来这个failware-d会做成动态防火墙规则 也就是说当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去写规则来完成相应的这个啊 这个阻隔啊 更加方便一些 然后failware-d呢和iptables这边就有很大的这个区别了 而且更加简单一些 failware-d 当然你完全可以把failware-d关掉 然后用iptables 也无所谓 但是这是一个新特性 然后这是名字空间的这个呃容器呃这个虚拟机管理啊这一块呢 这个主要是在systemd结合cgroup的这个方式里面会有呃一般我们会在调游的时候会去讲这一块内容 rg117的相关的这个网络啊 不不不不